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星期四将前往美国国会 面对一些对他持最严厉批评态度的美国人士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德和众议院议长贝娜 在国会中的地位最高 他们都谢绝出席星期三晚上的国宴 李德和贝娜说他们只等着星期四会晤胡锦涛 但是美国国会中针对中国货币政策和人权记录的愤怒情绪很强烈 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李德这个星期接受电视采访时曾经把胡锦涛成为是独裁者 星期四晚些时候胡锦涛在前往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之前 将向一些美国工商业人士发表一次中国方面所说的重要讲话 在芝加哥胡锦涛将强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接触 并且出席一个合同签署仪式 请不 Jaime scratching 我们不容易 不 Tak b